黄鼠狼讨风 我告诉他要相信科学 就在刚刚 我想起来 前几天做个梦 黄皮子说 你想起来了 快 快回答我 黄皮子心跳加速 他原本就是想试试看 读我能想起来 或者对方顺嘴 说句相声 那他这次讨风 也算是能勉强完成 呵呵呵 你像你奶奶个腿 你 你 小包 不 包哥 包爷 您别闹 求你了 黄皮子慌了 一甲子那可是六十年了 我的一句话 就决定了他 六十年是不是白修了 黄皮子很清楚 我现在肯定记起了 梦里的内容 现在只要对方说句 相声 那他就能道行大增 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问我 相人还是相声 我冷笑道 呵呵呵 老子告诉你 这年头 要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 黄皮子傻眼了 对 就是相信科学 皮子啊 你懂不 现在干啥 都得有文化 不然只能像我这样 处处被人瞧不起 借着酒精 我话锋突然一转 开始和黄仙 诉说起了自己的心事 皮子 这年头 没文化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我就学习不好 所以没考上高中 哎 以前的翻华 现在都上大学了 前阵子还带回个城里的对象 你知道吗 那是我的初恋啊 说到这里 我竟然哭了 借着酒精 回忆起了伤心事 我哭了 但黄皮子更想哭 包哥 我知道你闹心 来 你先回答 我是像人还是像神 咱别闹 这件事完了 我陪你好好喝点 黄皮子连忙说道 一脸的羡慕之色 距离此时 过去还有五分钟 哎 皮子啊 我刚刚说的 你怎么还没懂 像人像神 格 重要吗 我说着说着 还顺便打了个九格 中 重要 包哥 你就说句像神 我回头 肯定暴打你 黄皮子急忙道 暴打 行了 皮子啊 你不好好学习 以后拿什么暴打我 大哥 我是黄仙 我不用上学 黄皮子眼 晃里 有泪水打转 距离此时 过去还有两分钟 我吃笑道 皮 你就是个的小黄皮子 包哥 您就行行好 说我句像神吧 黄皮子都快崩溃了 这毒子到底喝了多少 皮子啊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刚刚说了那么多 难道你都没听进去 我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相信科学 你一定要相信科学啊 黄皮子愣在原地 彻底傻眼了 他呆若目击地 看向了明月 此时 过去了 这次的讨风结束了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我见黄皮子发呆 他愣了愣 问道 怎么 你被我打中了 打 打动你肚东 黄皮子两只 眼珠子通红 他身上冒出一股绿色的气体